亞太地區的第三屆市政會議 明天就要報導,或者就要開始了 我想來請教教律師長 就是這次會議它有什麼特別,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我們這次爭取第三屆的亞太會議 在台北市舉行 我們當然有很重要的意義 我們主要的是聯繫 一個國家 跟沒有這個 關係的國家 他們的市長到台北市來 第一,看看我們台北市的 跟台灣的地區的現實性 第二,對我們有更加了解 看看我們這邊的進步的心情 對我們中華民國人民 是怎麼樣子一個和善友善 這個很自由的民族 讓他們對我們有個真正的了解 另外一方面就是 因為一個大多的建設,尤其是台北市 它進步的很快 在這方面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在這方面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它問題很多了 譬如說陸師傅建設計劃 譬如說是交通主席王的交通建設計劃 譬如其中了 譬如這個學校一定比公安預設計 應該多少 這算是合適了 我們這些國家大家一直在接的機會 交往一下遺建 就要對我們遺建 以後見到我們 有一個男人 這樣子就比較好一點 那麼對於參加會的貴賓呢 我們接下來的工作是都準備好了 我們這個不敢說一定準備怎麼樣子 太多算 但是現在法西市長已經有這句話 所以你們準備的這個程度 已經這麼好啊 現在的話沒人敢接下來了 今天很謝謝您接受我們的反問 謝謝人 亞太地區第三屆市政會議 由台北市政府等有關單位 負責土備 開會的地點設在台北園山飯店 會場中設置國際性會議 所必須的各種現代化的設備 一套第一屆設備 可以使參加會議的代表們 歷史的選擇收聽到 英語西班牙語和國語的詞話 下會 通知了一律師聯絡總務和新聞等組 今天他們的籌備工作已經大致就去 一個特色的醫務小組 也已經從昨天開始工作 各組的負責人員 今天下午也曾經開了一個 簡單的工作會 就各項籌備的工作 做了最後的檢討和聯繫 請多請問 分享好 請按讚 視免 最後 請